所以你要问修什么 跟你讲一句老实话 就是方向 我们从早到晚 六根就接到我的心结 开头从来的修 不止住 不止住就随便 什么都好 我要想这样想那就是住 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 那依照佛的方法 这也很好 佛给我们说 见何有无中 身间边间 见去戒去谢进 这无中 先断这无中 这无中从哪里开始呢 从身间开始 身是根本 那就是经刚经上所说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从这开始 决定不止住身生活 有没有身 有 身在 身不属不在 知道这个身不生活 知道我是不生不灭 身是有身有灭 这个要知道 身得不走 就在这个世间 也得不走 你是我脱胎 我再脱身到人道 脱身到天道 能不能摸身体的 就不能 还是把这个身放弃掉了 那谁脱胎了 灵魂 所以 有许许多多人 把灵魂当中火 对不对呢 不对 但是进了一大步 知道身不生活 知道灵魂生活 进了一大步 不是真的 为什么 那个魂不灵 如果他要灵 他就走佛去了 他怎么 还搞六八轮回 所以魂 是迷魂 不是灵魂 灵魂是世俗说的 世间人 你以为他很灵 在佛法里面 灵魂称为中阴神 为什么称真一中阴呢 现在这个身体 他放弃了 他离开了 还没有找到 另外一个身体 还没有去投胎 这个当中 这个世间 叫中阴 中阴长短 不一定 佛在经上 一般讲 四十九天 中阴 所以这四十九天 非常重要 真正的 送金念佛 给他挥上 他得手用 四十九天之后 可能他投胎去了 不知道他又到哪一道去了 但是中阴呢 也有九九不投胎的 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他对身体贪注 他爱他的身体 不肯离开的身体 就变成一种叫 守施鬼 他藏在哪个地方 他的灵魂不离开了 他就住在房屋里头 这个日子 佛法里面 称他做神使 使就是阿雷耶使 神是他有神通 他要能够觉悟 就能够修行 就能够提升他的境界 欲接听 四接听 五四接听 他都有可能去 如果迷恋在人间 麻烦就大了 所以 一个人 一神 乃至于生生世世 全是自己做主 这一点要知道 没有人 没有人干涉 天地之间 确实 有这些鬼神管事的 就像社会上 有各个阶层的官员 他们管事 这真有 但是他管事 你不犯法 他不能降罪给你 你不行好事 他也不能伤你 必须是你自己有成绩 好的成绩 他奖励你 有很多卧室的时候 他处分 他按照法律的官司 是这么回事 天上 人间 鬼道 地狱道 对物 饮料之后 才知道 人在六道轮回 一切因果 都要自己负责人 决定不可以 云天有人 你自己做主宰 你自主自首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